玩偏冷 青森 好,我們接著來講王福安立書簽字文的部分 我們今天講第四十二單元 第一個字夢 夢的部分,中心的部分它是偏左側 所以這部分特別要去留意一下 因為待會的燕尾的部分 那這邊直接微微往上帶上揚一個弧度 直接拉下來 那這邊這一筆畫我們可以單獨把它獨立出來 那最後再來寫這個樹筆 那如果說以正常來講的話 這一筆畫是連續的 這個斜橫在樹這個是連續的 而是這個結構 弧鉤的部分 好 帶下來等寬就可以了 那這個橫筆可以微微的 變成三線一點 可以這麼做 上底或稍微下壓一點點都可以 那微往外放出來 好 那外框稍微短一點點 那外框稍微短一點點 好 這邊折下來 那內部兩個樹筆 把它等分空間就可以了 拉長一點點 好 那再來參透燕尾的部分 再第二個字 刻 好 刻的部分 左邊車還是一樣 它的概念沒有多大的一個變化 那這邊拉出來 可以有辦法略吸納 樹筆 微微帶點小火 多往內說上寬下載 這裡直接斜拉下來就好了 好 裡面等分空間 從這裡空間就可以開始去做安排了 從這兩個橫筆就可以開始做安排 從這兩個橫筆就可以開始做安排 那這邊再把空間把它做出來 好 樹筆直接貫穿 中軸線抓好就好了 這個結構的中軸線把它抓好就可以了 上面是等分的 下面會左側長 右側短 好 再來 右邊的殼 好 右邊的殼部分 橫筆跟車的第一個橫筆是 在同一個水平上 那這裡我們是可以做燕尾 它教材上面是沒有 那一樣 這個口的旗筆跟這邊是相對應的 那從它的下方過來 好 拉平 空間 1 2 3 空間把它抓好 那這個封口筆 再介於裡面的橫筆跟底部橫筆的中間位置就可以了 那等分空間 1 2 3 這裡 一樣斜過來 略上去一點點 好 往內 往外 再往內 好 停住 勾起來後 在它的位置 好 停住 往上提勾 在它的位置 不要比拉長 不要超過車的最下面的橫筆 好 第三個字 蹲 那左側有遇到這個結構 響的結構的話 那中間的 口都會這樣子去做 那這邊上提點 這裡 原本是口 它把口的兩個樹筆拉長了 整個把它拉長 那這裡等分空間就可以了 好 一樣 斜下來 你看 齊品沒關係 好 拉回來細細的一個小三角形 那從中心的位置 射偏左側一點點 好 弧度 推出去上揚 好 拉回來收回 那再橫筆 那橫筆齊品就可以了 好 拉這邊要齊品就可以了 好 拉 右邊的坡的部分 鋪這邊從這個橫筆過來 這位置去帶 不要比紙的位置低 那這邊帶上去 好 這個位置的中央 上去下來 好 往上揚 那高度可以略高 或跟它齊品沒關係 那不要比它低 正在比從這直的 橫筆的地方 這個位置 對應這個夾角的地方 對應 直接 拉下來 那納筆的部分 記得不要一次拉大胃 上來做點小剖折 上來讓它有點小剖折 然後有點小剖折 好 第四個 來這個字 樹 樹人的樹 那它樹人的樹 上面應該是一個竹 那它把它改變結構 跟我們寫中華民谷的華 有點類似 然後這裡過來 好 拉下來 好 左邊 兩組翅膀 第一組長一點點 第二 那第二組略短一點點 好 右側一樣 好 這裡拉出去 那這裡我們可以做一件 我也可以不做 好 這裡一樣拉出去 來這邊 中華的華這邊是 下面是一個膝 是一個膝 那樹的話這邊變成 密字 密字邊 密字底 好 上體 再把它關滿關好 那樹筆一樣 中軸線 抓好就可以了 好 這樹筆 中心樹跟左側的中間 從這個夾角出來 直接推出去 我也平推沒關係 那從這對角下來 直接拉出去 好 這裡它有點小燕尾的味道 好 好 接下來 歷史的石 筆畫不多 只有五畫 那我們把它筆畫 把它寫中一點 好 拉過來 那這邊頓一下 再拉下來 讓這裡有點小 弧度帶過來 那這邊關門關好 好 軸心線把它抓好 中軸線一樣 不要一次拉到底 讓它稍微有點折痕 出來一點點 然後再推出去 好 上體 收圓 那從外面 推 往左上 左下壓一下 再拉回來 一樣 幾個坡折去帶 那這裡再壓 高度跟右側 左側的 撇筆 這高度差不多 那這裡可以 略低一點點 沒關係 好 接下來 魚 這個魚它寫得很可愛 它把那個撇 第一筆畫的撇 它把它拉得很長 好 中心 直接往左推 這裡要做方筆 圓筆 挑筆都可以 那這裡往右下 中心線把它抓好 好 這邊 填的部分 把它寫得正正方方的 好 等分空間就可以了 好 那點的部分來講 從這個邊 往外一點點就好了 一個小三角形 那在這兩個中間 這空隙中間 再去做 二三點的部分 最後一點 一樣 在外框的右側一點點 拉出來 那一樣 這三個空間是一樣的 這三個空間是一樣 再來我們講的是扁 扁的部分上面是平撇 那我們可以寫和 那這邊它以平撇代替 那有些人 正常來講還是由右自鎖 那有些人會由左支 那我還是習慣由右自鎖 往上提 上提再拉回 好 那其他的拉平 這個地方已經決定下面的距離了 這兩筆畫的空間已經決定下面的空間 那下面都維持這樣的空間就可以了 好 齊平就好了 右側齊平 這個距離把它做出來 好 右側可以略微突出去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那這裡再做下來 一二三四四的空間一樣 樹筆 它寫的有點偏右斜 那沒關係 那這裡重心就要把它壓重了 不然都要變成文字的重心不穩定 那這邊再拉出去 好 餅的部分 好 下一個 直 直的部分 十字頭它變成普字頭 可以寫成普字頭 可以寫成十字頭 這部分可以稍微留意 那這邊它還是維持十字頭的部分 好 鞋帶上去 那一樣 往右再往左大 標直接直筆拉下來 那下面寫個目 空間左右對稱就可以了 裡面這裡空間決定下面的空間 好 這邊寫個目 好 那這個點可以省掉 這個短數可以省略掉 再把長痕筆把它寫出來 那王古安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萬一說上面的結構 下面有一個長痕筆做腹地的話 那上面的結構會偏細 上面的結構會偏細 那下面的長痕筆長頭燕尾的部分來講 它要把寫的比較渾厚一點 然後這在王古安它的一個特色 來 下一個我們講到的是樹 樹名的樹 來 不字頭 我一樣痕筆習慣先完成 再來寫上面的點 好 那撇不是從這邊 不是從橫筆的最左側 是在往內 好 結拉出去 好 往上翹起來 這邊它是微微翹起來 那這邊 第二個橫筆 就跟第一個橫筆的空間 就決定後面橫筆的空間了 那裡面的結構它把它寫得 稍微比較渾厚一點點 也OK 也可以 好 那這邊齊頂就可以了 那這個筆畫略長 右側略長一點點 好 那 第一個點從這裡下來 第二個點在這個位置 往右側一點點 結拉下來 第三個點在它的位置 第二個點從這個位置 往右下角45度 稍微帶點弧度 再拉長一點點 空間的距離 1 2 3 這個距離一樣 這個距離也是一樣 這裡幾乎是齊平的 或微微往上揚上去也OK 好 再來 擠 這個擠的話在各種 在楷書立書裡面都不是很好寫 因為它夾了一個割勾的部分 那兩個凹如果沒有控制好的話 那整個結構上會比較不穩定 凹的部分一樣把它做出來 好 中間抓點距離 大概是它的三分之二所有的寬度 中間這個寬度大概三分之二 好 這一樣拉平 來 橫比先 橫比不要超過兩個凹的空間 那這個橫比的距離 要特別去留意 跟這個空間 跟這個凹這個距離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好 那 左撇的部分 再突出去 軸線 上去一點點頭 我推出去 上系下出 前段系後面出 從交接位置下來一點點 下來拉一下 點的部分 好 割勾這時候 特別去注意的 如果我們在寫楷書的話 我們割勾會超過這兩個凹 會從這裡開始 但是在極書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再往下壓下來 好 這裡下來 一樣不要一次拉到底 把它分斷去做 好 完了以後 撇的部分 橫比的下方 直接往中心帶 往它這邊 來做一個會合 做一個會合 這樣就好了 最後 點的部分 再把它拉出來 好 再擠 來 中華民國的中 只有四畫而已 所以筆畫稍微渾厚一點點 那重心帶有點往左下壓 往右下壓 好 這邊稍微有點斜下來 那這邊貼上去再拉下來 不會帶點小弧度沒關係 好 這裡 推回來 左邊寬 右邊略窄一點點 好 中上細下出 等分空間 就可以了 等分空間就可以了 來 下一個中 用來這個鏟子邊 鏟子邊一樣 微微上體 再下來再寫 頭 好 從它的位置 直接推出去 好 空間抓好 這裡的橫比 跟上面的橫比 已經決定了 所有一些空間了 這有一樣微微突出來 好 那 起平就可以了 這個 一樣 跟它起平 這裡略長一點點 空間一樣等分 這裡會短短的而已 那中心再把它貫穿 不會跟這個普字頭的點 在同一個垂直線 會稍微偏側 然後這一筆把它貫穿 那長度慢慢的斜下來 這裡慢慢斜下來 那空間 去把它等分就可以了 等分就可以了 來 勞動的勞 上面的火會是左右左筆 那點 點與撇那的距離的話 空間把它抓好 那這時候我會先把中心的撇 長筆先定出來 好 再來寫 左點跟右點的部分 再來再來寫 右邊的 右下點 好 左邊的 右邊的火一樣 這邊拉下來 好 這邊再來做 好 一樣 空間去把它抓好就可以了 這裡當主筆 拉出去那筆的部分 好 那下面的帽子的部分 不要把它寫寬 中五公再稍微往外 拉出去一點就可以了 這個束筆拉到一半的位置 好 這微微上體 沒關係 那左右 因為這個是對稱的 這帽子對稱 上半部對稱 唯一不對稱 是下面這個力 可以比較渾厚一點 這裡帶到中央 五八公位 交接線的正中間 這裡直接撇筆 直接推出去 不要太低喔 不要比這裡低 這裡是一個斜面 好 再來千千君子的千 來 千的部分 跟圓字編都一樣了 我們就不再多說 就直接拿書寫出來了 兩個橫筆 前點跟橫一樣 第三個橫筆 略短一點點 沒關係 最後一個橫筆 略長 是左右圓字編比較長的 下面的口縮一下 正正方方的去把它帶出來就可以了 空間一樣 一二三四五 空間去把它做一樣 這個口空間可以略大沒關係 那下面結構來講 上面來講 那是這樣子 上涼點 但是它會變成有點 帶這樣的味道出來 那原則上 這樣我會後面比較先來做 先把下面橫筆的部分定出來 那橫筆部分 是從 沿字編的第二個橫筆 跟它平行來做 這裡不要寫長 因為竹筆不在這邊 那下面 呼應 一個一個呼應 第二個橫筆 從這裡帶出來 齊品 齊品去帶 或略寬 都沒關係 那這個筆畫 拉到哪邊 拉到口 跟這個橫筆的中間 略下來一點點 或跟這個口齊品 都沒關係 這裡 呼應 那這裡略突出去一點點 好這時候我才會來寫樹筆 等分空間 那到時候再把兩個眉毛把它拉出來 這樣子來帶就好了 下面的四點火 第一個從這裡 圍圍往左下 第二個從這個樹筆 圍垂直往下 第三個一樣這個樹筆 一樣垂直往下 右邊這一個 從這個交接點 有點逆時中 將帶弧度下來 拉長一點點 好那這裡也可以做燕尾 也OK 好這千千君子的千 來下一個我們講到的是錦 錦盛的 好那 錦顏盛形的錦 來這邊 原字編它把它寫得比較細 比較短一點點 那比較厚重 比較厚重 那 粗細的部分我們可以自己去調配 我們可以去決定說在空間上的一個安排 那這邊一樣 整個空間等份 口一樣真正方方就好了 1 2 3 4 5 一樣空間把它等分 好 右邊的第一個橫比 再1 2橫比 左邊延字邊 1 2橫比的中間 微微上揚再拉下來 好 三等份 齊品就好了 這高度是齊品的 那這裡我剛剛講的 分成三等份 三等份 那這個筆畫 再把它關輪起來 好 下面結構 拉出來就可以了 一樣空間決定一切 好 所有的空間把它等分 這邊一樣 微微上提 下 那中間的拉平 好 束筆再帶 好 最後一個 筆畫率重一點點 那這個 餐頭燕尾它寫的 這種波折它做的比較明顯 這個弧度它做的比較大 那這邊要去留意來說 它整個空間是等分的 從這裡開始 空間是等分的 那這個橫比 它是微微上提再拉 拉下來 那第二個橫比 略短一點點是水平 這裡是往上揚 好 這邊可以再留意 來接下來我們講 今天王伯安的最後一個字 刺 好 橫比的波抹它寫的短短的 好 再來 下面的口 寬口它變成一個摸字狀 但是這邊是上一下突 上面突出來的 那這邊不用去關門的 它直接貫穿 它把這關門的動作把它省略掉了 好 從這關門交接這個位置 直接撇它出去 好 直接上底 那這邊直接帶著弧度 圍圍尾巴收肌 收尾就好了 從這位置弧度帶下來 這個橫比這樣弧度帶下來 好 挺住 上來做個十轉 好拉勾 這高度是差不多的 這高度是差不多的 那從 中間這位置過來 這裡起屏 上去 好 直接拉下來 往撇樹的中 往納樹的中間去帶 往這個夾角去倒 好 去把它挑出來 不要比這個地方短 至少跟它這裡起屏 那可以往內帶沒關係 上部分是比較尋空的部分 那這邊空間的部分去留意一下 這夾角的部分 你去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今天王富安的部分 就講到這邊 再次看